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其实在谈到教育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其实即使今天我们从事教育的人都发现 或者说整个社会世界的观点认为目标和节点非常重要 但其实我觉得正因为这种原因才导致我们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 我们以分数为目的 以升学为目的 这些都是成人所认识的这种点式的成就 而忽略的这种过程 回到我们空间里面来说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空间的设计的时候 最大限度的去鼓励 让儿童在这个空间里面能够去发现 能够去享受过程 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过程的发现 如何在过程中去探索最大可能性的多样性 去探索行业和行业或者不同领域之间的如何最大限度的结合 那么具体说到工作的模式上来说 我们的方式跟昨天 亚娜她介绍的这个德国的方式也非常相似 就是非常注意流程 非常注意过程中逻辑性的总结 在这个平台中我们尽量最大限度的引入不同方的观点 因为肯定引入的观点一定是不一样的 就像昨天当然提到说我们的观点相左怎么办 我想正因为相左才有意义引入观点 如果说大家都想的一样 那大家最好就不用讨论了 就只要一条路走 拿到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先会花一个时间去讨论 今天的教育已经发展到什么状态了 那么今天的教育对于学生需要哪些方面 或者包括对于我们从小所提到的 说德智体全面发展究竟一个怎么理解 估计我们认为德智体可能是分着的 但其实德智体任何一个人是全人的成长 对于德智体它是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可以看到 体育馆不是一个只是打球的地方 也是学习的空间 也是社交和学生交流的空间 那么在学生艺术中心那里 为什么我们做成了阶梯性的这种观众 就是提到在那里不是只是一个专业演员 给观众单向去表演的一个空间 更多的是学生学生之间的交流 因为台上台下都是学生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我觉得有了批判性的思维 也有了这种比较创新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就会组织跟学校方面 跟学生方面有这种全面的交流 最大限度地去听取他们的要求 昨天我讲那个游戏就是一种沟通的方法 如何去跟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参与者去沟通 那么最后一个一定要合作 你要跟施工方合作 也要跟学校方合作 也要跟任何一个运营方去合作 这样一个事情才能够做成 从今天角度来看 跟十年前相比 十年前相比 这种行业之间的融合 行业之间壁垒的这种坍塌 行业之间领域的这种交融 已经要比十年前有很大的进波 那么在长远的望看未来看 我想未来的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 那么这种行业和行业之间 这种融合性的设计 融合去考虑一个问题 综合的考虑问题 而不是各自专业来单独考虑问题 那这一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K